国内大约有57万的老年人患有轻度任职障碍 而这等于是一整个苗栗县的人口 台北荣种最终发现 如果不多动脑 变成失聚症的风险将会高出4.3倍 出门散散步 持续快走 还是跟三五好友下下棋 老人家想要预防头脑退化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营养要好 还要做适当的运动 拍打工有很多拍打头部的动作 还有一些气功 怎么避免失职症找上门 老人家都很注意 因为根据卫福部资料推估 全台湾有24万失职症患者 但介于老化跟失职症之间 有所谓轻度认知障碍 只日常生活可以自理 但主观自认记忆力衰退 实际去测验分数 低于1到1.5个标准差 全台湾有高达57万人 而荣总追踪87位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发现 如果不多多动脑 转化为失职症的风险 高出4.3倍 荣总表示脑中管理记忆的海马回萎缩 是造成失职症的原因 而轻度认知障碍患者 还不到萎缩程度 老人家如果经常望东望西 有疑虑可以先去就医诊断 而阅读 玩牌 下棋等动脑运动 还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都可以预防失职 记者综合报道